在這一日,世界各地的元首,全摩洛哥的神民,都聚集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這裡。 這一日,是摩洛哥國王哈辛二世的葬禮。 摩洛哥,今天仍然是由國王統治的國家。 自1961年開始,哈辛二世執政,很多當地的中國人,都認為因為哈辛二世開明的管治, 剔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給中國人發展。摩洛哥是中國人在北非赤地上的綠洲。 在北非赤地上,綠色,在其他的國道,可能是平平無奇。 但在摩洛哥,代表了一個美麗的古都,美克內斯。 美克內斯,是摩洛哥的一個綠洲城市。 這裡有摩洛哥境內最肥育的土地 遍地的樹木令美克內斯充滿生氣 但是這一日整個摩洛哥都被一片仇慕蒙蔽 連美克內斯也不例外 因為適值攝製隊採訪的期間 哈辛國王逝世 這一日正是哈辛二世舉行國葬的日子 在美克內斯通往首都拉巴特的公路上 我們都見到有很多當地人 由自己的城鎮徒步走去首都參加葬禮 在攝氏四十幾道烈日當空之下 走七八個小時 為的只是送國王最後一程 這一日摩洛哥每一個人都感受同一的悲痛 當中包括一個中國女子 我不敢相信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沉痛的事情 真的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很難過 我們哭了 當看到他的葬禮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難過 真的是太遺憾了 對一個地方產生感情 不是因為時間的累積 而是因為對當地生活的投入和欣賞 今年三十二歲的丁維文 在摩洛哥只是生活了六年 但是他對當地的歷史就遼如指掌 正在後面的是一個古城的城門 這裡是古代的一個國王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跟我們完全不同的一種另外的文化 另外的一種文明 風格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它比較神秘 有很多故事 很吸引人 丁維文被美克內斯古城的故事所吸引 但是同時他也成為古城下另一個故事 故事開始於八年前的上海 一個少女在家鄉上海大學畢業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摩洛哥男生 而這個男生就是她現在的丈夫哈德吉 你第一眼看見清慧門的時候 你感覺怎麼樣呢 怎麼說呢 感覺其實很好 很親華 怎麼說呢 很老實 所以我打算跟他結婚了 那個時候你對摩洛哥有什麼認識呢 可以說一無所知 對 但是我從他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一點 一點什麼呢 我發現他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所以我對摩洛哥基本上是比較不擔心的 選擇一個終生伴侶可以有千萬的理由 也可以不需要任何原因 一個中國女生在眾多的追求者當中 選擇嫁一個摩洛哥人 竟然是因為摩洛哥人夠傳統 給他有一份安全感 摩洛哥 工作 對 對 是傳統摩洛哥的禮服 但是我的鑰匙是比較簡單的 裡面要穿一個白色的長睡袍 要穿白色一方面為了不 外面看不出來 另一方面為了整體的這個有一個整體感 這是另外一種禮服 它只有一件套 不像這一套 它是由兩件組成的 這是兩件組成的 這是只有一件 這個比較家常化 這個比這一套要家常化 但是正式場合也可以穿 也是禮服 也是禮服 你嫁到這個摩洛哥之後呢 你穿衣服方面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 穿衣服方面基本上可以 像我是屬於職員 基本上可以穿一般的服裝 跟國外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穿太暴露的衣服 要莊重 以莊重為主 因為裡面是不是 穿衣服都是比較長的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長度需要多長才足夠 最起碼要蓋一下 對於丁惠敏來說 就算在國內 他也不會接受 背心短褲的裝束 摩洛哥的傳統 反而令他容易適應 在美克內斯 我們也見到 很多這些公共浴室 而這些公共浴室 也是摩洛哥 獨有的傳統特色 這是一個傳統的公眾浴室 這樣的浴室 在家裡沒有條件設置的 因為它裡面有很高的溫度 有蒸氣 需要用很大的空間 有很多的熱量 很多的開水 它裡面有特殊的設置 是為了蒸發熱水 到裡面空氣的溫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洗澡的感覺不一樣 在家裡也是不可能的 然後多少錢去一趟呢 一個人洗一次要六個地浪 出於好奇我來過兩次 感覺很好 但是有沒有尷尬呢 有一點 因為我這個人 不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在很多人面前 當然他們好奇的目光前面 覺得有點不太自然 這些公共浴室 有男女之分 雖然現在家家戶戶 都有自己的浴室 不再需要好像以前 去到這些地方洗澡 但是摩洛哥人 不論男女 仍然習慣約三五之幾 去公共浴室洗澡 去浴室 是他們一種社交活動 在美克內斯的舊城區 大家小巷都可以見到 售賣無尖的店舖 在家裡鋪放這些 色彩鮮豔的地毯 同樣是摩洛哥人的傳統 雖然摩洛哥的羊毛祭品 不及埃及 那麼享負盛名 但是羊毛對於當地人來說 除了是一種 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也是重要的經濟命脈 而這裡就是摩洛哥 其中一個羊毛雜山地 這些羊毛多少錢 二百元一羅 其實這些羊毛有甚麼用途 可以用來織衣 織地煎 很多很多用途 對於傳統摩洛哥人來說 羊是他們的財產 只要有羊 就可以解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羊肉可以吃 而羊毛可以製成不同的用品 但是羊毛未加工之前 並不值錢 而在這裡做羊毛批發的商人 所賺取的利潤 也是相當微薄 只要每日賺到夠錢糊口 他們已經心滿意足 在摩洛哥人的思想當中 貧富自有上天安排 不用強求 丁維敏 嫁到來摩洛哥 同樣是緣分所賜 但是他不單要做一個過負新娘 他更加要成為摩洛哥第一個華人女醫生 今天摩洛哥人 都是帕洛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後裔 但是土著帕洛人 仍然佔整個摩洛哥百分之六十的人口 當中大部分依然餘息 散居在荒山大漠 未受新時代的影響 就好像這個山頭一樣 自從六百年前 第一批帕洛人來到這裡聚居之後 大半個世紀 他們的子孫 世世代代都仍然在這裡屍首 在這裡 藍色的子孫 一招 這次的土地孫 是在這裡 有一個平衡的地方 無論如何 進來都涼了很多 好像開了冷氣 真的很涼 真的 啪啪人的居所 間格簡陋 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 令這間屋更有廣闊的空間 令到屋內所離蠻住的一股涼快 令人混然不知 置身在酷熱的北非之中 帕帕人就是這樣 世代住在這種土著特有的泥屋之中 你喜不喜歡住在這裡? 喜歡 我已經很滿足你 簡單的家具 已經滿足到他們生活的需要 平日親朋戚友 互相造訪 閒話家常 已經充實了他們的生活 而傳統的智慧 也解決了生活上的問題 這裡就是我們洗澡的地方 這個位置 我想是用來燒茶 整個入室可以暖一點 挺有趣 燒茶 暖一點 山區的天氣 東下相差極大 在冬天下雪的時候 這個狹窄的浴室就是最溫暖的地方 看來好像原始 但是當無從比較 又有誰會覺得比相不足呢? 世世代代 女的打理家務 男的在附近的農田耕種 從來都安於現狀 一溪清水 對他們來說 勝過耀目玄華 聚首談天 生活的瑣碎煩憂 都隨之而使強 天正自然的生活 滲出無窮樂趣 從不容人自擾 拍拍拍攝人的世界 充滿喜悅 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文化 對女性都有不同的要求 在摩洛哥傳統的觀念當中 女人唯一的責任就是上夫教子 但是對於丁維敏來說 她的青春如果只是奉獻給家庭 就絕對是一個浪費 在國內我是上海第一科大學畢業的 91年畢業 畢業以後在國內工作了兩年 留校在附屬醫院 婦產科 丁維敏是摩洛哥第一個 也是現時唯一一個中國女醫生 而一個外國人要在摩洛哥行醫 所以就困難重重 先要通過衛生部 然後要通過教育部 還有最後要通過外交部 通過外交部以後 再轉到我們中國的外交部 手續有好幾個來回 所以需要很多時間 丁維敏用了兩年時間 才成功申請到 開私人診所的牌照 諸多的手續 除了因為要確保醫生的水平之外 也因為要保障 跟波洛哥本土醫生的利益 在這裡醫生的工作 可以說是一種商業行為 因為大家要賺錢都是私人診所 所以就有利益的衝突 總是有一些矛盾 身為一個中國女醫生 在最初行醫的時候 對她的生意有多少的影響 其實這個病人來看你的時候 她知不知道你是中國人呢 她知道的 她知道 在外面她要先通過秘書 秘書 她在那邊登記好以後再進來 她會問 她們會問很多問題才能進來 有的時候一天也沒有病人 最初幾個月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當時我感到很惶恐 惶恐什麼呢 我不知道以後這樣下去會是什麼結果 在波洛哥 跟香港一樣 縱使競爭劇烈 但是醫生絕對不可以賣廣告 只有靠病人的口碑 而一些門面的功夫 也不可以缺少 在波洛哥開城所了 這個位置是不是蠻重要的 位置很重要 位置直接關係到你的生意 丁惠敏的診所 位於美克內斯的住宅區 人流比較多 對她的生意很有幫助 為了方便病人上落 丁惠敏最近由三樓搬到二樓 也將診所裝修過 在波洛哥私人診所 並沒有劃一收費 好像丁惠敏 每次診金一百多行 即是港幣九十幾元 屬於一般收費 今天她在當地美克內斯 都頗有聲明 每日有接近二十個病人 每個月平均賺三萬元港幣 收入給她以前在上海的公立醫院 做醫生多很多倍 除此之外 醫生也有其他的特權 莫洛哥做醫生 是跟其他地方有一點區別 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醫生的標誌 在每個醫生的汽車前面 必須要貼在汽車的左前方 比如說在紅燈的時候 如果你要出急診 你可以通過 有紅燈也可以通過 在禁止停車的地方 如果為了急診病人 你可以停車 能夠得到一點特許 你在莫洛哥做醫生 有沒有給你什麼體會呢 給我的體會就是 在這裡做醫生 很受人尊重的 這個跟國內好像有一點區別 對 在國內有醫生 一個醫生好像跟普通人 也沒有什麼區別 大家比較平等 在這兒就是覺得 醫生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 對人特別相信醫生 醫生他的地位很高 艷陽就出夜伏 千古恆久不變 但是太陽底下 每個人每處地方都隨著光陰 每日不斷在變 只有摩洛哥最古老的城市 菲斯、菲斯、菲斯 千年不變 到了今天 仍然保留著中古時代的色彩 這裡是摩洛哥第一個回教旺盛 眼前的景象和一千一百年前分別不大 依然是北非罕見的高樓住宅 欺來仰往的人潮 狹窄曲折的街道 以及人類爭露的場面 這裏的行業很窄 周圍都用微仔運貨 但是這裏全部都是用很大的皮革味 味道很厲害 城中每個角落都充斥著濃烈工備的氣味 氣味是來自一個個染坑 人們在這裡買了衣服 買衣服從市場 買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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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每一個染坑 都是由不同的人造用 以各式的天然染料 將買回來的山陽皮 漂染出不同色彩 這種摩洛哥最古老的藝術工業 經歷了一個世紀 都沒有跟隨光陰流勢 工人每日辛勞染製陽皮 雙腳長年淚月地浸在惡臭的染料當中 對他們來說 一切已經麻木 造皮革工人 似乎是他們唯一的亡生之路 環境令他們沒有選擇的機會 丁維文在摩洛哥 轉眼已經六年 每日在診所形形逆逆 不覺得光陰流勢 唯有見到自己五歲的兒子 奧圖曼 一漸長大 才發覺時光飛逝 而他的兒子 也是他對中國傳統的儀族 你的孩子有中文的名字嗎 我知道你的孩子 對 他有中文名字 我給他取了中文名字 用我的姓 也姓丁 叫丁玲 因為他的母親是中國人 我想他應該有個中文名字 而且我們將來肯定要回國 我想會 對我父母也是一個安慰 對 孩子應該取中文名字 對 為了保留一點中國的傳統 在北非這片赤地之上 牧羊人每日趕陽 生命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一條沒有選擇的直路 他們也不需要為理想追趕時間 不需要思考的人生 或者是最快樂 但是既然選擇了自己的路 只要回望過去 是無憾 是無悔的 那就已經被其他人活得精彩 所以會被人活得神奇 對於他們 在北非北非 不需要 對於他們 而是 為了 他們 要做一條 都 我們 真的